民进党现在就是很简单就是 我坦白讲 你叫我帮民进党讲 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 就是没报道嘛 没交道了 更何况民进党所习惯的这几张牌 以前都有用啊 现在都没有用啊 以前譬如说悲情牌 民主牌 所以这一次高雄选举 到台南这一次的补选 都说一定会讲 三重也是一样啊 这就是民主性地 顾台湾 顾台湾 民主性地不可以输 那我就说有一个 我坐一个建车司机 他是高雄人 他就跟我说 郑小姐我跟你说 每天都跟我说 这是民主性地 民主性地 说我高雄人都去性地了 所以这边才给你扁 但是实在是听得有点声 每天都说我是民主性地 所以这就是韩国瑜讲的 高雄人不欠民进党了 或许以前高雄人觉得有欠 有亏欠 民进党牺牲奉献 但现在真的已经不欠了 好那这张牌就没有用啊 那另外就是省级牌嘛 韩国瑜是外省人 他是外省的 他是以前民进党口中的军系立委 你看多可恶啊 这种人怎么可以在民主性地 选举给他选赢 那就表示说韩国瑜的作风 也不让人家觉得说他是外省权贵嘛 因为他就是一个跟基层一起的人 所以他的气口就不给人家这种讨厌的感觉 那民进党就要去想啊 那为什么他民进党做事情会让人家觉得讨厌 是不是权贵的这种气息 已经感染在民进党的整个执政的这整个的团体上面了 氛围上面而他们却毫不自知